古天乐古校长的穿越剧 《寻情记》有多经典 想必根本就不用笔者在此赘述 而自从古仔宣布要开拍电影版《寻情记》 这一消息后 粉丝们开始巧手一盼 同时抛出了许多急切的疑问 原班人马能否回归 倘若回归又能够回归多少 到底何时开机 近日好消息总算如约而至 首先电影版《寻情记》的大致开拍时间 暂定于今年圣诞节前后 到底前还是后 目前尚未完全确定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最迟12月 下旬要举行开镜仪式 拍摄周期计划需要5个月时间 所以总算有了一个有希望的盼头 原班人马方面 古仔 林峰 轩轩毫无悬念的意确定回归 其实这也是之前很多人预料到的 至于其他人 笔者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秦卿 善柔的扮演者 如今都还活跃于影视圈 只要荡西不冲突 让他们出演并非难事 廉锦的扮演者江华如今在外保险 但并未完全宣布吸引 古仔可以凭借交情请他回归 公主赵倩的扮演者郑雪儿 已付出拍戏 上次在电影《贪狼》里 还跟古仔再次上演的情侣档 所以他回归也完全不是难事 当然 电影版《寻情记》跟科幻大片 《明日战绩》一样 都是由古校长的天下仪公司主导 将洗手华侧影视联合出品 此前早已曝光的仙道概念海报上